又到了大阪G20,極厌倦这种峰会,能否达成协议,某程度上,是个两念之差的问题,怎可作出理性猜测?我当然无份参与G20峰会,但有朋友邀请去参加一些G20旁边的其他会议。 但今周太忙,无法出席,即使去了,也不见得有什么内幕了。中美峰会只剩两天,会面时间和形式都仍在变。 本以为又是如阿根廷那一次的晚餐会议,气氛可以较轻松,但今早见到消息,已改为周六早上会议,安排在特朗普与沙特王处。 穆罕默德的早餐会之后,当然特朗普逮捕后,曾先要向老板普京汇报。 上次G20,沙特二见记者卡舒吉,刚在土耳其被血腥谋杀莫多久,穆罕默德在峰会被大多数人冷淡对待。 记忆中只有普京跟他激奖。只半年,一切都忘记了,特朗普乐意跟他共进早餐。 早前更有传闻,傅沉纳曾致电MBS,催促他快点处理调派去土耳其的暗杀小组,包括戏剧性超过尖士邦片内大坏弹的,暗杀记者已够令人心寒。 但教唆处理调暗杀小组,更冷血,数个月前见过傅沉纳一面,有点赴二代的高傲,但尚算文则彬彬,看不出这小子如此心狠手辣,果然是做大事的人。 不枉老巴捐献250万美元,搞他入哈佛,见到一精令人非常不安的照片,一对来自撒尔雅多的年轻妇女,再偷渡到美国途中,不幸在里奥格兰德河中淹死,女儿不到两岁。 爸爸用自己T恤包着保护他,但没用,最后可怜一起服侍在浅水中。 家乡穷困,黑帮横行,走投无路,但美国又铁石心墙,加紧边防,结果越来越来难民被捕和在偷渡中死亡。 如有人想请求美国帮手伸张正义,中美争斗如火如荼,传闻中美双方都有诚意在这峰会达成协议。 但要全面成功,不容易,而特朗普好大起功,当然想扮英雄,拯救已决裂的谈判,但最少一个停火协议是有机会的,或许暂停对剩下来三千多亿美元中国货家关税。 据问,即使达不成任何协议,税率亦将略被调低至百分之十,这不是什么大发慈悲,只是安抚美国消费者,尤其特朗普的中低层票员,即使在贸易上能达成停火协议,其他战线,尤其科技,仍打得如火如荼。 华为是谈判中一只棋子,我认为美国未必会,也不可能全面封杀华为,要完全撤回所有技术转移限制,更不可能,即使特朗普愿意用放宽华为班,作为贸易谈判交换条件之一,但在没有证据下,他已把华为提升至国安层面,那么如何这么容易以增购? 例如大斗来交换取消华为班,放扯除华为,美国近日加码,把更多中国企业放进实体清单,战放毫无优指迹象,金融战更指刚揭幕,第一步是企图阻止中国企业再往美国上市集资,甚至北市已上市的下架退市,这一招当然可能反而帮了中国,本来就不想太多好企业外途,也正努力发展科创版,香港也希望分一杯羹, 第二招教读,参议员等人企图逼退休基金等投资者,停止投资在中国,甚至写信级MSCI,询问为何把A股纳入指数,企图逼指数公司把中国股票和债券重新踢出来 第三招,且已出手,最严重亦最危险,就是以违反北韩或伊朗制裁为藉口,禁止某些金融机构与美国银行来往,甚至不准使用Swift和其他美元支付系统, 如美国全面禁运所有芯片和其他高科技产品,或全面禁止中国使用美元支付系统,或甚至针对中国拥有的美国国债 作选择性违约应该是违法的,但不等于不可能,这就以距离正式宣战不软以,短期内我不预期这些极端情况会出现,但必须想前几步,明白事情发展的所有可能性,其实还有一条长远更重要的战线亦已掀起,就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斗争,本来人民和文化交流是增进沟通,了解,友谊,以及维持和平的最好方法, 但中美学术交流已严重受损,近日先后见到耶鲁和MIT校长,分别发出公开信,警告近日中国学生和学者受到政府歧视和流难,严重影响这些最高学府吸纳全球精英的传统,也破坏美国长期最大的优势,随此,减少文化交流,对中国发展也有不良影响,双方误解加深,更对全球安全都有影响,意识形态斗争亦在加剧, 中国企图拥抱自由贸易,这块面积狠小的道德高地,特朗普亦努力破坏西方联盟和自由民主传统,但对不起,西方人,整体来说,仍是无法认同中国的体制,短期乐观因太多人悲观, 投资上,其实短期内我稍微倾向乐观,只是因为太多人悲观了,街上亦确见过鲜血,怎可不尊重投资界的治理名言呢? 但这只是短期炒作,并不代表长期看法,有些人乐观的原因是特朗普需要连任,所以不可容许经济衰退,甚至忍受不了股市大跌,担心流失选票, 这当然有一定道理,也是近日他再次开火狂轰联储局的原因,在平时,当然任何人,包括美国人,都不想股市大跌,经济受损,但要小心一点,如特朗普成功继续扬起民粹和国家主义, 且煽动仇视中国情绪,美国人或许也愿意忍受与中国斗争的伤害,不要以为只有中国人才能吃苦,虽然中国人仍较窮,但其实大多数人为独生子女,嬌生惯养,又多年来未经历过战火磨练好事,美国长年打仗,一般人非常爱国,极少人移民爱国,即使周末运动如美式足球都非常暴力,所以如觉得击败中国是有价值的, 忍受红市的能力是绝对有的,也未必一定损害特朗普选情,美伊冲突美防长缺席,G20当然并非唯一重要的事情,只是全世界的注意力被绑架了,我更关心的事情很多,包括全人类,无分国籍,共同面对的气候变化问题,和全球安全问题,只想特别提醒大家留意一下,伊朗近日異常紧张的局势,中美关系可能是主赛, 行而尚未到剑拔弩张的地步,但上周美伊曾指距离正式开战10分钟,要记得,伊朗也极可能已拥有核武,伊朗击落一只美国的侵察无人机, 据说特朗普在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,国务卿蓬佩奥和CIA局长哈斯佩尔,等超英派煽动下,本已决定反击,准备进行空袭,但到最后关头,特朗普已将杀害超过150人,力度太大超过合理比例为由,取消行动,是好事,首先想指出一点,国防部长在哪里呢? 我提过,自从马帝斯将军辞职后,美国国防部长一职一职元空,只由沙纳汉充当代理部长,怎可能一个超级大国,超过半年都找不到一个正式国防部长? 極不尋常也极危险,我认识的前国防局长卡特,有四零年国防部经验,他说不太认识沙纳汉,更大获的是不认识任何与他相熟的人。 意思即是出身于波音的沙纳汉,根本不够资格,后来特朗普终提名沙纳汉坐镜,但前几天沙纳汉自动退出,据说因为有多次对前妻和子女加暴的纪录。 物以类罪,特朗普选人是否眼光独到,特朗普是否真的妄开一面,免开撒戒据说伊朗也选择,不击落另一再有三十五名美军的战机。 我相信特朗普真不想正式开战,更需要集中精神,应付中国,但他其实非常喜爱进行无人机袭击,在任两年,进行了超过两千两百次,比奥巴马任内八年的一千八百多次还要多。 估计无辜平民死伤过万,近月他更以不应让CIA分心为由。 取消了平民死伤报告的要求,侵侵形势错判故弄原虚,特朗普错判伊朗形势,的退出奥巴马年代的核协议。 伊朗更不受限制发展核武,但又未能阻止伊朗在中东的军事行动,结果逐渐走近战争边缘。 唯一好处是托着油价,今年美国业岩油产量大增,幸而沙特大幅每日减产125万桶。 加上伊朗紧张形势,Grant油价才维持在60美元以上。 特朗普的不想油价狂升,但也不想失去石油公司的支持。 第三个不喜欢G20,这类顾弄原虚剧目的原因是,所谓危机,剧情峰回路转,死线,和解的剧本,不停循环但永无结局,都只是由特朗普自编,自导,自演的一场秀,和曾经参与的WWE摔割等节目的三流剧本。 分别不大,但当然,不幸的是,现在这个游戏以全球正经加安全作倒注,比任何电视节目都高无限倍,如换输了,代价可以视全球经济衰退,崩溃,甚至世界末日,侮辱各国不满渐生,更老人的是其他人,包括各国领袖,投资者,基本上全人类,在某一程度上,都被逼跟着他换这个接近毫无意义。 且非常危险的游戏,即使如安倍般,非常难看地对特朗普悲恭屈失,处处迁就都没用,他照样随意侮辱和攻击日本,一点情面都不留,对待德国,加拿大,墨西哥等国的态度,就更不用说了,对中国本来稍为尊重,但现在也已不再客气,不断说中国每月缴交数以十亿计关税,经济挨不了多久, 极需要和渴望达成协议,欧洲也想脱离美元魔爪,另起牢造,发展欧元支付系统,国防上,得,日等国也再考虑加强军备,中国想利用一带一路,发展自己的势力圈,科技上更当然想自力更生,这些发展都极不容易,且需时甚久,我早已看厌者长寿,你呢? 感谢观看